爱挖野菜的王宝川啊已经成了网络热梗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王宝川苦手寒腰18年后 也曾经呢当上了皇后 和这皇后之位啊却仅仅只有短暂的18天 在短暂的18天后王宝川便一鸣呜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啊咱就来详细讲讲 喜欢的朋友呢请您点赞关注一波 王宝川啊其实是贵族出身 他的父亲呢叫做王允 是当时的宰相 可以说呢王宝川啊从小那就是荣华富贵的生活中长大的 而且呢他的父亲啊从来不会限制他什么 所以呢王宝川从小便无忧无虑 一直到了王宝川到了婚嫁年纪 他的父亲啊为他相看 可他呢却毫不在意继续啊整日出门游玩 这一日呢王宝川照旧出门却意外遇到了歹徒 就在王宝川啊马上就要遭遇不测的时候呢 一名少年及时的出现救下了王宝川 而这个少年呢便是薛平贵 英雄救美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在了王宝川的身上 让单纯的王宝川呢从此对薛平贵是一件亲情 尽管啊这薛平贵呢出身寒威 尽管这王宝川的父亲对薛平贵并不满意 但王宝川啊却是心意已决 甚至呢为此与家中闹翻 直接啊和家里断绝了联系 独自一人呢跟随着薛平贵去了寒窑中一起生活 然而啊薛平贵呢却并没有和王宝川一起待在寒窑 而是呢选择了投军去征战沙场 从此啊便有了我们知道的王宝川苦手寒窑18年 那么在王宝川受苦的这18年里又发生了什么呢 王宝川在寒窑中的18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宝川啊在寒窑里过得是十分艰苦 最有名的呢就是他挖野菜的世界了 其实啊除了挖野菜 王宝川呢还要每日刺绣 靠给别人啊做针线活来赚取一些收入 他每天早上啊都要挖野菜填饱肚子 晚上呢做针线活累了 这才上床睡觉 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啊 王宝川一过就是18年 在这18年的倾苦生活里呢 王宝川还一直惦记着薛平贵 一直啊等待着薛平贵的归来 在王宝川的心中啊 他一直坚信自己的爱人会在凯旋而归后 风风光光的赢取自己 在最开始的几年中啊 王宝川呢还能时常收到薛平贵寄来的书信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宝川啊就再也没收到过薛平贵的来信了 甚至呢有人对王宝川说 薛平贵可能已经牺牲了 可即使是这样 王宝川呢也还是一直在等待着薛平贵 可王宝川不知道的是啊 这时候的薛平贵呢已经战绩显赫 在与西凉对战之时呢 已经入了西凉公主待战了眼 在一次危机的战况中 他意外受了重伤 最后呢被西凉公主救了回去 在被公主细心照料的过程中呢 两人啊渐渐有了感情 原本呢薛平贵啊 并没有答应和公主在一起 但是呢在薛平贵啊 想要打听王宝川的消息时呢 得到的却是王宝川 已经嫁给他人的消息 在无法与王宝川当面对着的情况下 原本啊就处境艰难的薛平贵 在战战的不断坚持下 最终呢还是迎娶了西凉公主战战 并且呢登上了西凉的王位 所以啊在王宝川苦手寒腰的18年中 薛平贵呢已经在西凉和战战 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更是呢享受着属于王族的荣耀 那么王宝川为什么会成为皇后呢 王宝川为什么会当了18天的皇后 在薛平贵啊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时呢 某一天他突然得知 原来啊王宝川并没有令假他人 之所以呢会有那种传言 是因为啊王宝川怕自己被父亲逼着嫁给了别人 而实际上呢 他独自一人 守着冰冷的窑洞 过了啊整整18年穷困潦倒的生活 当薛平贵啊知道真相后如草雷击 匆忙的赶回去寻王宝川 他乔装打扮回到故乡 来到了王宝川一直所在的窑洞中 在发现对自己一成不变的真心后啊 薛平贵是热泪盈眶 喊出了王宝川的小名 两人呢在分隔18年后重新拥抱在了一起 虽然啊王宝川在寒瑶中过了18年的辛苦日子 但是啊他却始终没有怨恨薛平贵 也并不在意呢薛平贵在外面的经历 薛平贵啊被王宝川的真心所感动 于是呢把他接回了西凉国 并且呢让他做了自己的王后 可西凉公主的存在啊 始终呢是薛平贵和王宝川两人之间的一根刺 而王宝川的存在啊 也让西凉公主戴战 心中始终不畅快 王宝川啊原本呢 就因为之前过的贫苦生活 身体落下了病根 在被薛平贵接回西凉国后 看到薛平贵啊对戴战的关心 王宝川呢更是暗自身伤 虽然呢已经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可他却始终郁郁寡欢 最后呢生了一场大病 生命啊也就此结束了 所以呢王宝川的皇后只到了18天 而他去世时呢也仅仅只有40岁 可王宝川的离世啊 反而呢让薛平贵松了一口气 因为啊这三个人的生活始终都是尴尬的 西凉公主呢本就心有不满 王宝川的离世对另外两个人来说啊 都是一种解脱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区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